谁平安逸要富士山私有 正是陈奕迅富士山下的歌曲徘徊 虽可远观他的以你风光 却无法占为己有 这里是知识TNT 富士山是世界上最大的火火山之一 一旦爆发 不用说倾斜而下的岩浆 仅仅是浓烈的火山灰 就会造成大规模的交通堵塞 断水断电 并且日本住宅多使用木制建材 这种建材不易倒塌 且质量较轻 但他们的抗压能力就不如混凝土建筑了 很容易被火山喷发后 降落的厚重火山灰压塌 日本政府中央防灾会议预测 如果富士山大规模喷发 将会带来大约4.9亿立方火山灰 到时大规模的房屋被毁 数十万的人无家可归 如果没有合理高效的应急预案 日本首都圈的社会机制将变得混乱不堪 虽然牵动巨额财富和大量人口 但富士山却并不是火山爆发界中 可以叫得上名号的老大哥 人类现有的科技水平探测结果显示 世界上大多数火山爆发都发生在海洋中 海洋火山喷发的岩浆 占岩浆总量的75%有余 由于地球海陆分布并不均匀 海洋面积占地球面积的70亿 即使海底火山分布的并不密集 其数量也可以轻而易举的超过陆地火山 另外海底火山喷发的场面也更神秘壮观 科学家曾用潜水器潜入深海观测爆发时的场景 滚烫金黄的岩浆泡涌而出 在接触海水的瞬间冷却 形成一种特殊的石头 枕状熔岩 这种石头表面凝结成硬性的玻璃质 里面却没有完全冷却下来 随着内部熔岩压力变大 它的表壳会破裂 再次喷出岩浆 这个过程会一直循环到岩石由内到外完全冷却下来 除了枕状熔岩 滚烫的岩浆还会加热附近的海水 废水会直接煮熟附近的鱼类 不要以为这是美味 伴随着废水和鱼肉令人作呕的流臭味也会翻涌上海面 另外如果火山喷发的又快又多 熔岩还会顺着山体流下 形成海底熔岩流 海水中歪延而下的红色岩浆流 水与火的交融 这个场景想想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不过相对于喷发时的声势好大 海底火山对人类造成的影响 却是大大小于陆地火山的 它们位于深海且大多位置偏远 喷发时很大一部分火山灰在水中沉降 最危险的也就是不幸路过此处的船只了 即使没有被吞没 喷出水面的火山灰会使它们分辨不经方向 船只在能见度极低的环境下航行 很容易因为触礁碰撞等意外造成人员伤亡 不过相对于陆地火山爆发时 动辄数个城镇的伤亡 这已经算小事故了 现在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家 全球变暖使地球上的火山变得越来越活跃 未来我们可能要面临更多更频繁的火山喷发 冰川积雪融化使地表的压力变小 无法被压制住的岩浆就会涌向地面 寻找一个突破口 于是冷却的火山开始躁动起来 岩浆喷涌而出 直到压力恢复到一个平衡点 有的学者认为 大规模的海底火山爆发 是导致恐龙灭绝的原因之一 岩浆影响洋流 洋流改变气候 很多陆地生物无法适应 气候的改变大量灭绝 恐龙的食物大大减少 最终促成了恐龙的灭亡 生命是脆弱的 纵然人类可以在灾难来临时 团结一心 众志沉沉 但提前避免它不是更好吗 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于江湖 聚集渺小之力 尽可能地去改善环境吧 好了 知识TNT已经套进 关注我 下期继续分享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